川普总统过去在美国白宫 无数个人 皮特纳瓦罗 史蒂夫班农 还有他的国安 还有他身边的人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说CCP 不敢说的 直到两周前 他录了视频 对着字幕念着 是吧 CCP CCP 第一次说 一个所谓对共产党带来最大的麻烦的人 川普总统不敢说CCP 然后每次一说中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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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 Personally I'm a good relationship for Xi Jinping Personancy 哦 天哪 所以我川普总统多少次 我们俩就是 我坐在吃饭 他跟我之间卧室三米 麻辣哥你们都看到了 我在麻辣哥吃饭 他就在进来 我一次手不握 我不能接受他对中国的定义 什么叫你问题叫中国呀 中国是受害者 所以我跟头两天跟一个美国人说 我说川普总统只有一个办法能赢 那就是坚定的坚决的说 消灭中国共产党 take down the CCP safe America safe Chinese free Chinese safe America 这叫什么 问问 双赢 是吧 什么赢啊 美国人民赢 中国人民赢 这叫问问 不是共产党的 这叫问问 赢赢双赢 是赢什么 我赢你两次 是吧 贸易上赢你 军事上赢你 只有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 美国人民中国人民双赢了 人类才有和平 人类才有真正的希望和未来 都没了 这叫各位 你 不接受 我 不接受 醉